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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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喜欢音乐 他又喜欢摄影 他在教会里面做诗班的指挥 然后呢 他就开始24岁 第一首诗歌就开始试唱 大家对他反应很好 后来30岁他就改行了 就专门写诗歌 然后在一个诗歌出版社那边工作 他多到40岁的时候 44岁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1912年 那离现在90年前 那他的老板说 你可不可以写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呢 情调很优美 旋律优美 引人入胜 而且呢 是要振奋人心 使到一些人呢 祖上的人呢 有盼望 疲劳的人呢 得到安宁 那他就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他有这样的恩赐 他就有一天的 坐在他的那个洗照片的暗房里面 他就在想 他就想到这个底片 黑白底片 那时候只有黑白 那他在底片 他说这黑白底片 看不出什么样子 但是呢 当冲洗之后 那个样子就出来了 那然后他就忽然间想到 他说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 也是一样 慢慢就显现出来 那他顺手就拿了 这个圣经 看约翰福音 第20章了 就想到玛利亚 他读这段经文之后 忽然间想到 玛利亚是第一位 不是门徒 而是一个妇人 莫达纳的玛利亚 主耶稣向他 第一个显现 我们这一点就很奇妙 那为什么呢 所以他就忽然间 有这个灵感 好像他就看到 玛利亚跟主耶稣对答 等一下我们就看一段经文了 那就产生这个灵感 就写下这首诗歌 然后晚上就把这个曲呢 也同样谱上去了 所以这首诗歌 是一个很美的诗歌 当然他做的诗歌不多 但是这首诗歌很美 我们看看他的歌词 这歌词他讲的 他独自徘徊在花园里面 然后玫瑰花 还有那个路点 他表示早上的时候 忽然间有声音 传到他耳朵了 原来是耶稣跟他讲话 他觉得耶稣的声音 真是这么甜蜜 连小鸟都要停下来 测而清了 他听到这种心中 十分的快乐 一直到天色江啊玩 我看这段 十分长的时间 然后他 甚愿意留在院子里 但是主叫他要出 顺服他要走了 走吧 那这一幕就跟 玛利亚在 这个主耶稣的空坟里面 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是 约翰福音 第二十章 其实第二十章呢 其实很宝贵 就是讲到耶稣复活 那我们看这耶稣复活呢 那边就是 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开始的 但是第一节讲什么呢 玛利亚清早就去到耶稣的坟墓里面 带了香膏 然后看到那个坟墓打开了 然后他就赶快跑去告诉 彼得约翰 那彼得约翰就马上跑去 然后看了 彼得的 跑得慢 但是后来先进去坟墓 然后约翰也进去了 那彼得进去出来 没什么话讲 约翰就说 看了就信了 因为看到 我头巾跟 包裹身体的麻布 分开地方放 他看见就明白了 就相信了 耶稣是真的复活了 但是没讲话 他们两个就走了 但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玛利亚 这样子不走了 我相信她这爱 我们可以读下面这段经文 第十四章 第二十一节 说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人 这人呢 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人 并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向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向他显现 这是在十四章 那个几次讲到 他要向谁显现 就向门徒显现 向爱他的人显现 那从这段经文 我们就可以看到 玛利亚是爱他的 他大清早 门徒都睡觉 但是他呢 却是天还没亮的时候 带了香膏 要准备给主耶稣 这个摸这个香膏 因为主耶稣下葬的时候 可能是很匆忙 因为这个下午三点 然后天 那个黄昏没有来之前 安息日没来之前 他们尽快就把他埋葬了 放到坟墓里面了 他在那边仍然哭 门徒走了 但是他仍然在那边 留着 而且在那边哭 他要干什么呢 可能是他带了香膏 要给耶稣 要完成服侍耶稣 这段心愿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 他就低头去看这个坟墓 看到呢 有两个死者 一个坐在脚 耶稣可能本来的脚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 施放在头的地方 一头一尾 我就在想到这一件事 为什么 宇德跟约翰进去 没有看到天使 而他在这时候看到天使 一定是有个美意 这个美意就是 神要先向爱他的人显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我们可以说 彼得约翰都爱他 那最后我们看到 第21章 耶稣几次的问 三次的问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 但是这个爱呢 是有行动的爱 是玛利亚的爱 特别是彰显到 约翰写的这个 这个约翰福音里面 特别讲到 他包括他自己 神都没有 主所爱的人 都没有向他显现 而像这摩达纳 被鬼赶出来的 这妇人所显现 然后他就对天使 天使问他说 为什么哭呢 他说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这个时候 耶稣在他后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一幕是 他面向的这个坟墓 然后耶稣在他背后 说妇人你哭 为什么哭 你找谁 耶稣常常都明知顾问 只是把他定位 就是到底清楚 他到底干什么 所以他以为是看园丁的 看园子的园丁 他说先生 若是你把他挪去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去取他来 其实我们就想到这一幕这句话 表示他真的很愿意把耶稣放回去坟墓 好好的服侍他 但是我们想耶稣他可以抬得动吗 我们看到他是个妇人 怎么能够抬到一个死 是能够最少几个人帮忙才可以 但是他有这样的心 这就是玛利亚的这个宝贵 然后耶稣呢 这个时候就向他写下 说玛利亚 那玛利亚转头就用一句话 拉波尼 就是夫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幕 就是他从一个以为看园子的 然后变成先生 变成拉波尼 这段的经文 是个很美的一个对话 这么简单 这个简单就是想到一个可慕 服侍主的人 在大清朝的时候 单独 不但看到天使对他说话 也看到主对他说话 然后主耶稣说不要摸我 我还没有身上去见我的父 也去弟兄那边告诉他们 我要身去见我的父 也认为父 好他有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赶快看见复活的主 是他第一个 其实第一个报家音 那我们看到在耶稣诞生的时候 是牧羊人报家音 这时候耶稣复活的时候 是玛利亚报家音 这个家音赶快去告诉我们徒 那我们看到这一幕 耶稣有选择性的显现像玛利亚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爱他 他刻目见到主的面 所以这首诗歌很感动我 我就觉得多么刻目 在花园里面单独的时候 主向我们说话 这边就讲到主耶稣再次说 是爱我的人 也必蒙我父所爱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但因为我们每天灵修 每天在工作 我们都有这样的渴慕的心 主向我们显现 让他叫我们的名字 我们回应说 拉比 主耶稣 拿破里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借着在花园里 再次提醒到我们 回到两千年前 玛利亚 在单独的在坟墓里边 等候 为了要服侍主 在那边流泪 在那边徘徊 主啊 但因为我们每天都经历这种光景 就是在花园里这首诗歌 我们多么的渴慕 你对我们说话 说我们单单属于你 你也属于我们 感谢主 但愿主 你天天用你的宝贵的话语 来喂养我们 让我们经历到 你与我们同行 与我们说话的这种 宝贵的经历 让我们每天得到激励 让我们疲乏困倦的 能够再次重新得利 让我们有荣耀的盼望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 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这样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